彼得說 哇!這事絕不會臨到你 登山變巷的時候 彼得說 坐啊!這裡真好 我們搭三座棚好不好 一座為你 一座為摩西 一座為伊利亞 那在十九章的時候 當主耶穌說 財主進天國 要比駱駝參貨真眼還要難 這個時候門徒們覺得是很稀奇啊 彼得他馬上說 坐啊!我已經拋棄了所有了 我將來能得什麼呢 所以彼得他是一個 他的確有一些特質 跟門徒不一樣 還有洗腳的 在約翰福音 主耶穌幫門徒洗腳 他一樣講 坐啊!你不可以洗我的腳 主耶穌說你不洗的話 跟你無份啊!你跟我無份啊! 他就說坐啊!那我不僅是腳 我連手跟頭也要洗 所以很有意思喔 當然彼得也常代表門徒發言 那在馬太福音十五章十五節那邊 當這個主耶穌講到說 這個入口的 烏會烏會人 出口的才會烏會人的時候 彼得他馬上就講說 坐啊!請你把這個比喻講給我們聽 在十六章十六節 該撒利亞菲利比 主耶穌問門徒說 我是誰 彼得說 你是基督 是神的兒子 所以我們看到 彼得他代表門徒發言 那另外我們還看到 主耶穌把天佛的鑰匙交給了彼得 這個在馬太福音的十六章 也把堅固弟兄的責任都付給他 這在路加福音的二十二章 所以由此看來 其實彼得他也算門徒當中的什麼 非正式的領袖 當主耶穌在地上服侍的時候 門徒每天跟著主耶穌 什麼事都是主耶穌打理 門徒根本不用出面了 所以門徒其實就像 一個嬰孩在母腹裡面受到保護一樣 受到保護一樣 那有主耶穌在 儘管彼得他有再多的問題 他都不需要到第一線去面對挑戰 但是今天雖然主耶穌從死裡復活 門徒也喜樂 但是啊 主耶穌不像以往 二十四小時都門徒在一起 這個時候彼得他就在想 他已經領受了主耶穌的託付 將來他要獨自來面對這些 各式各樣的狀況的時候 他有沒有能力承擔這個死命 他在憂慮這件事情 並且才不久之前啊 他還三次不認主 所以我想他的心裡的自責啊 絕對不是兩三天就消失啊 因為他擔心未來 所以我說他得了這個重生的憂鬱症 所以到這裡啊 我想劇情比較明朗 當彼得說他去打魚的時候 給人的感覺好像毫無目的 其實不是喔 只是他想紓緩一下心裡面的那個 那個悶喔 那其他六個門徒他們更去 也不是為了打魚 只不過要去安慰彼得 就好像在拉撒路死的時候啊 有一群猶太人啊 跑到瑪利亞的家裡面去安慰瑪利亞 然後這個耶穌來的時候 瑪利亞急忙要出去啊 要去見耶穌的時候 這些猶太人看到瑪利亞急忙的出去啊 他以為要 瑪利亞要跑到墳墓裡面去哭啊 所以這些猶太人就跟在後面 要去安慰他 好我們清楚了 今天門頭打魚的動機喔 我們來正式看今天的經文 我們首先看到第四節第五節 我給他一個開頭喔 叫做他關心你 無論你在何處喔 最好的朋友耶穌 他都關心你 他也知道嗎 我們從第四節 上半節 天將亮的時候啊 耶穌站在岸上 這段經文平淡無奇 但是當我持續思想的時候啊 我卻發現到我的心被這小節經文啊 哇 緊緊的摸著 深深的觸摸 我非常的感動 我非常的感動 幾年前我看了一部電影 那個電影他在講到 美國有一個CIA的幹員 他透過衛星喔 從美國的本土 他即時的在 這個 監控 遠在中東沙漠裡面 有一隊車隊 他們為了要執行暗殺任務 那當這個目標鎖定之後 他們就遙控飛彈 把那個目標摧毀 我說衛星科技在今天的應用上 其實這個衛星監控的科技啊 其實已經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了 欸可是有的時候我也是 用這樣子的一個概念來想說 上帝祂是知道我們 當然 不是像這個基金 上帝是知道我們 那當我在把這樣子的一個概念啊 套在今天 這個 情境裡面的時候啊 哇 我說 我有一個真的很真實的感受 我好像就融入到那個情境裡面去 至高至尊的神喔 祂竟然願意看顧一個渺小的人 祂竟然願意看顧渺小的人 就好像私人 這個聖經裡面 私人的感悟喔 說人算什麼 你盡顧念他 那在第一世紀啊 最有權威的一個 這個猶太的史學家 叫約瑟夫 他在 對這個 加利利湖畔的那個繁榮的漁業 他在描述的時候 他說到 在當時喔 固定在這個湖面上 有兩百三十勺的漁船 兩百三十勺 果真如此啊 主耶穌怎麼有辦法精確的 在那個時間點 那個天還沒亮的時候 主耶穌都吃飽沒事幹 一個晚上在那邊找門徒 四節的B齁齁 作者以一句齁 門徒 不知道什麼 那是耶穌 作者把他輕輕帶過去 我說 這寫經文讓我思緒翻腳 我不知道各位感受如何 就像門徒的主境喔 門徒勞累一個晚上 主耶穌對他的主境 主知道 主關心 主也照顧 主也願意 向他們顯現 幫助 儘管 門徒 不知道 主正在關心他們 我不知道各位回去體會這個感覺 提醒我們屬上帝的兒女們 我們常說我們需要上帝都知道 我們也相信上帝是隨時看顧的神喔 但是當我們真正遭遇到困難的時候 我們是否相信神仍然關心我們 公平兩千年上帝帶領我到一家 新成立的一個皮件工廠 去擔任國際貿易行銷的業務推展 在那裡 這個產品的開發 客戶資料的收集 客戶的聯繫 開發協調 我都要從零開始做起 剛開始幾個月啊 我發出去的開發信啊 不是沒有回應就是被人家敷衍 所以我都必須要 半夜起來 厚著臉給你去打電話 欸就有幾次啊 我印象深刻 欸有幾個客戶 欸我覺得好像有一些希望 就沒想到在最後關頭啊 那客戶讓我吃了閉門燈 然後我很沮喪 欸但在那個時候啊 聖靈讓我知道他與我同在 所以我告訴我自己 我說 我被我吃了閉門燈 當時上帝知道我被闖進 我就釋懷了 在那段時間呢 我真的因為信靠上帝 我真的因為領受上帝的安慰喔 我就是很單純 所以我度過那個開發期 那第二段我們來看 他引導你 那經文的六到八節 最好的朋友耶穌他不僅關心你 他也引導你 那雖然第五節不是這段的重點 但是他卻是銜接這段 經文呢透露一些重要的訊息 因為呢儘管打魚不是門徒的重點 主耶穌呢在門徒經過一夜勞累之後 他們所關心的 主耶穌所關心的卻乎是門徒 到底打了多少魚 而是主耶穌問門徒說你們有沒有吃的 各位這是一個挺唐突的問題 不過這卻像是一個 出自於一個安慰者 他安慰的話 就好像主耶穌說他一個晚上都跟門徒在船上 他知道其實門徒真的很辛苦 也沒打到一條魚喔 那這個時候呢其實門徒最需要的是 跟他們講吃早餐更能同理他們的心 而且呢我們在接下來主耶穌給門徒的指示 我們知道其實主也的確知道門徒沒有打到魚喔 我們坐在這裡 我們坐在那邊 我們坐在那邊 我坐在那邊 我坐在那邊 我們坐在那邊 我們坐在那邊 谢谢大家